有观众朋友问我呢 去轮胎店 往轮胎里面打这个氮气是有用还是没有用 我这里给你一个简短的回答 是有用的 然后长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给我一点耐心听我讲一下 空气里面呢 有78%是氮气 有21%是氧气 还有另外的1%是一些稀有的气体 我要感谢我的中学的化学老师 他没有让我在上他课的时候睡一早 所以我还记得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你去油站打风的时候呢 那一个油站的风棒打进去那个轮胎里面的那个空气呢 也就是跟这个外面的大气是一样的 就是78%的氮气 21%的氧气 然后还有一些稀有气体 还有一些水分啊 一些水气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的车如果有胎压监测的设备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在早上啊凌晨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胎压的那个数目质是比较小的 然后当你的车走到比较热了 或者是你走highway啊 或者是大热天之类的啊 你会发现到你的胎压开始提高 它的幅度差不多是一个10到20kPa左右啦 这是因为呢 那个氧气是一个活跃的气体嘛 然后氧气跟这个水气呢 它很容易被外在的气温所影响 所以你如果比如说今天你打250kPa 在早上的时候打啦 然后你跑快的时候啊 或者是你大热天的时候啊 你的这个轮胎的温度提高的时候呢 你轮胎里面的胎压也会跟住提高 差不多会可能到一个 260-270之类的 然后你胎压提高呢 其实你的这个轮胎的形状也会改变一点点 随着你胎压的提高呢 你的轮胎会变到比较圆啊 它接触地面的那一边 所以就变成你的那个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就变少了 这时候如果你跑快的话呢 是会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的 因为你的这个 触地面积减少了 变成它没有那么稳啦 它会比较跳一点 然后如果你故意去减少这个胎压的话呢 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减少了胎压之后呢 你的这个轮胎会变到比较平啦 那个触地面积变大了 然后呢 噪音更多 更加吃油啦 所以这个是尴尬的地方 你明明打的是照原厂 recommend的那一个胎压 但是你跑快或者到六天的时候它会变多 然后你早上的时候它又会变少 那么有什么两全其免的方法呢 有 两全其免的方法就是呢 你往你的轮胎打这个nitrogen 也就是这个氮气 你可以去一些轮胎店啊 他们有提供这个服务啦 然后你如果把你这个轮胎面的空气 换成这个轮胎店帮你打这个氮气之后呢 我们知道嘛 氮气是一种比较懒惰的气体 多性气体啦 它比较不会跟住外面的这个气温啦 而改变它的这个温度 它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啦 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你遇到的那个跑快的时候胎压变多 早上的时候胎压变少的问题呢 就会大幅度减少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去轮胎店打这个nitrogen呢 是有用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哦 哎哟 原本那个外面的空气都有78%的氮气啊 为什么我要去轮胎店打100%的氮气 或者是90%多的氮气呢 OK这问题就好像啊 你看海水是水对不对 里面的主要成本是水嘛对不对 但是呢 它跟你真正可以喝的水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你往你轮胎打nitrogen 跟你去 油站的bump打那种免费的普通空气呢 是有差别的 像我是一个很喜欢吃零食的人嘛 我就 给你打一个比方啦比如说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这个lase零食啦 如果lase Malaysia 看到这支影片啊它可以赞助我是最好啦 你看啊这个lase薯片啊 里面有空气的嘛 这个美国进口的 这个美国进口的 你看export的你看啊 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 你看啊它从美国过来呢 飘洋过海了 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放在货架上又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再把它买回来呢 我打开的时候一样很新鲜哦 为什么呢 你看里面有空气嘛 为什么它不会发生所谓的这种 漏风的这种氧化现象发生呢 你猜对了 它里面有放这个可食用的氮气 这个nitrogen在里面 所以呢它里面的这个氮气跟这个薯片之间的交流呢 就会大大的减少 如果你往里面放那种普通的空气啊 就像我们打开了吃了之后呢 就算你再把它封起来是吗 它里面这个普通的空气那个21%的氧气呢 会跟这个薯片交朋友一起交流啦 就变成了所谓的漏风现象就发生了 yes 你没有猜错 很多零食呢 它们在里面都有放这个可食用的这个nitrogen gas啦 OK 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啦 因为现在在MCO的期间啊 我也无法去外面啊 拍车 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啊 只可以在10公里内嘛 然后在户外拍摄好像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就 在家里拍咯 然后可以拍的题材也不多啦 希望你见谅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你的鼓励是有其他的动力 谢谢 就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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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